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大家 就是说我们的华人学生 其实非常优秀 对不对 成绩好 课外活动也足 但是有时候在申请大学上 还是会跌一跤 让我们觉得其实很可惜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说在华人学生 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其实最普遍见到的问题是什么 最缺乏的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最缺乏的一个元素 就是讲故事的能力 如果会讲故事的话 缺点都可以变优点 比如说像我们的川普总统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本来是他的一个缺点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他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而且他就觉得说 我跟政客就是不一样 我有什么说什么 所以这个原本是一个劣势 反而变成是一个优势 反而变成是他的强项 是 是 所以呢 学会讲故事的话 就可能我们华人小孩子 也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 没错 没错 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天 特别希望 那我们看一下论文好了 UC现在影片四篇论文呢 今年是第一年 那2018的高中生 就是第二年就要写四篇 就希望可以写四篇故事 那刚才小医师说了 写会讲故事 就可以把弱点变成优点 对 例如我们今年有学生 24ACT也可以进UC San Diego 弱点也可以变优点 他怎么变成优点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学生们 有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 就会说 第一个不知道怎么下笔 就是说我自己生活很平淡 然后就像流水这样 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多一点就是生活经验 让小孩子多做家事 多讲中文 那多照顾家里 比如说奶奶生病了 然后要花时间照顾奶奶 所以我这个学期得C 哪一门科目得C 那你又可以借论文的方式 表达自己有尽到家庭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看到你的C 反而看到你是照顾家庭的一个大优点了 OK 其实我说实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是华人家庭 特别是华人父母亲 会完全忽略到的一点 他们会觉得说 苦不要跟人家诉苦 但是其实并不是诉苦 而是用换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说 今天我的能力 我表现的这个 表现的这个领域是在哪里 不是说就是乖乖只会念书 是 所以我们讲故事的能力 完全就可以体现我们的软实力 因为数字毕竟是冷冰冰的东西 那我们讲过 美国的教育精神是属于 综合性的一个考量 所以他们除了看冷冰冰的数字之外 他们还想看到一些软的实力 这个时候如果会讲故事 如果你是成绩达标 再会讲故事 这个东风一定把你吹进长春藤的 这个一箭就命中 对不对 是 但是我觉得说故事的能力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培养出来的 是 所以要练习 那刚才你说可以流水这样写 第一个章篇可以这样写 但一直在修改 是 总要有一个start somewhere 是 所以我们的那个万里论文培训班 这个培训大家怎么讲故事的 决战八周 就是教大家hands on experience 怎么样写自己身边的小故事 然后把这个故事说得很感人 把你的缺点都可以变成是优点了 对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故事 如果再精彩的故事 如果你说得不对的话 都赢不起别人的兴趣 就是原本其实故事非常精彩 但是你没有把它拍好的话 好的故事也变成一个烂片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得到 不仅感动人心 而且要写入我们的灵魂里面 对 这个精髓真的要抓住 因为我知道之前我们也分享过 很多一些文章的实力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它可以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 但是因为你怎么样去开头 怎么样转成 怎么样去吸引这个读者的一个好奇心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功利 所以一看到这个生活小故事的 这个黑盒子一打开五彩缤纷 感动人心 另外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学习这个培训班的时候 有很多的工具箱 所以不是从无到有 就是好像变出来 其实是有一些 步骤 没错 有一些步骤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遵循 这样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我就是不是写故事的高手 我们教小孩子用这个写作的公式 来开始做手 开始做手 然后也第一个 我觉得也可以培养出他们写文章 说故事的兴趣 因为将来 要竞选美国总统 没错 将来辩论要会辩论 然后你要能够去面对各式各样的一些状况 要争取更多的奖助金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能 就是说不是说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能力 即使你将来进入社会工作 这个都可以serve you really well 对不对 这样interview也需要吧 没错 这都需要 这完全是一个思考逻辑的一个方式 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个4月23号 我们有这个讲座 当然会跟大家 也会分析到 这个写作班的一些资讯 先再次谢谢 也麻烦两位了 也是对我们的社区 真的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我会帮你